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风哥 本期的军模建设视频 给大家带来的是由铁流所推出的1-72美军M1A2TASK2 主战坦克的合金成品模型 这款TASK2它的涂装是北约三色迷彩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盒来看一看这款M1A2 它的做工到底如何 这次M1A2它的包装 采用是种吸塑的包装 并没有像之前的用螺丝固定在底座上面 这样的保护应该说 对展示盒也好 对坦克也好 都没有造成伤害 但是可以看到它依然保留了波孔 没有用堵盖进行一个分堵 铁流的这款北约三色迷彩M1A2TASK2 它整体手感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的底盘是合金材质 它的泡塔是塑料的 它涂装应该说也比较舒服 迷彩的过渡非常自然 在它的裙板还有泡塔两侧 是一张有附加的瓦片装甲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瓦片装甲 它上面居然有锚钉 固定的螺栓 其实在实际的情况下 在实车上面 这样的点状突起 固定的螺栓是没有的 它是用直接插进去的 一块块把它插进去的 并不需要进行每一个进行螺栓固定 所以说这个细节 它其实是做错了 它的旧化效果 我们看一下 它的底盘上面 包括履带 副重轮 装甲板上面 都是有这种叫做什么泥漬 建起来的颗粒状的泥漬 这样的效果其实也还不错 包括后面 配有两门武器 一个是12.7毫米的高机 一个是7600毫米的机枪 包括它的炮盾上面 这里还有一艇 12.7毫米的机枪 在主炮的右侧 有一门同轴机枪 它的炮管也比较长了 比之前的沙漠涂装的那款要加长 在它的前部 这里是一个牵引杆 金属的牵引杆 可以看到底盘 手下装甲这里 也都是有泥漬的 这个机枪手的护盾 我们看到 它这边是有一个透明件 效果也是不错的 而且它的机枪 应该说细节也非常好 这金黄色的 就是它的子弹 都有细节刻画出来的 做了一个分色处理 机枪它是可以转动的 整个是可以转动的 包括它这个舱盖 两个舱盖 应该都是可以开启的 但是需要借助工具 没有借助工具的话 你很难开启 观瞄镜 周视镜 它的里面都是涂了 有暗红色的效果 非常邪恶的效果 包括它的驾驶员的 这个前望镜 也是涂了暗红色 我们把它的泡塔 悬下来看一下 底盘 合金的 合金底盘 它的驾驶员的 舱盖也是可以开启的 同样是可以开启的 你看 顶一下 顶一下 起来了 可以向一侧进行旋转 开启 好 盖上 这些细节刻画 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车尾部 车尾部 发动机舱 排气口 散热孔 包括车灯 都有分色处理 整个底盘应该说它的履带 是非常的工整的 平顺 那主动车 它的齿轮的和铝带的一个卡扣是结合的比较到位的 负重轮 可以看到比较工整 炮草上方 这边有这根比较粗壮的天线 这个是通讯功能也好 后面两个应该是那种 就是电子干扰的 包括它的后面的这个储物栏 你看底部的网状的效果 采用了10颗片 细节加强 这个机枪是可以进行抚养 可以进行抚养 包括它的主炮 注意它的主炮 同样可以进行大角度的一个扶摇 非常好 你看 它有一个向下的角度 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结合的控制 分析的控制 处理得非常好 阻尼也很到位 并不是那种非常松的感觉 我们这里给它稍微顶一下 它就能够打开了 它这个这个周时镜应该也是可以转动的 不能动 它是固定死的 固定死的 但这个仓盖是没问题的 可以向外开启 对吧 向后开启 没问题 这个东西给它挡住了 所以这个仓盖不能向后开到位 开启角度有限 把这个仓盖我们看一下 一个顶一下 好 顶开 向后开启 没问题 它是采用一个蜻蜓胶 进行固定的 OK 我们来称一下这款M12Task2它的重量有多少 重量是98克 哎 哎哎哎 跳得很厉害啊 97克吧 97克 现金点评 铁流的这款M12Task2的模型呢 应该说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它外形比较准确 当然除了它的瓦片装甲 有点小瑕疵以外 再就是它的合金量 其实整个底盘都是合金的 质感非常好 收感非常好 涂装也非常的舒服 可动性也非常高 主炮可以敷衡 机枪可以敷衡 舱盖可以打开 当然它的价格也非常合适 一百多块钱 喜欢美军坦克的小伙伴呢 我还是推荐今天一个收藏的 好了 本期的居目影响视频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